好 我们来看一下22.1的这个函数的定义 那第一题用法人图来表示 集合A到B的对应 然后来判断说它是不是一个函数 OK 0 3 9 12 0 1 2 3 它讲说是除以3 0除以3是0 3除以3是等于1 9除以3是等于3 你就会发现到12这边没有定义到 好 我们的定义域不能有空的东西出现 所以这个就不是函数了 非常好 正确 好 来一下 稍等一讲 OK 所以第一个注意了 我们的函数定义域不能空 还有就是不能一对多 不能一对多 所以这个就不是函数了 正确 第二题 负2 负1 0 1 2 还有0 1 4 9 16 它讲取四字方 负2的四字方等于16 负1的四字方等于1 0的四字方等于0 1的四字方等于1 2的四字方等于16 虽然这里4跟9好像抠出来没有定义到 不过没有关系 对吗 因为我们讲说是定义域那边不可以空 对应域这边是可以空的 还有呢 有些同学讲 老师负2跟2呢对应去同样的值呢 可以吗 这个是要多对异 函数真的是允许的 所以这个呢是函数来的 只要不要一对多 不要一个圆像对应去两个以上 再来的就是取平方 你负1取 负2可以平方吗 负2平方等于4吗 对不对 负2平方等于4啊 负1平方等于1啊 0的平方等于0 1的平方等于1 2的平方等于4 这个应该是函数 所以原本你可能觉得说负2负1这边没有对应到值 这个其实有的 因为它取平方 它不是取根号 如果取根号负2就不能定义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得不到一个时数出来 取平方就可以 开根号就不行 所以这个应该是函数来的 是函数 OK 3045跟60 1分之1 根号2除以2 还有根号3除以2 取正旋 什么是正旋 不知道大家的华文行不行 正旋值就是sign的意思 取sign sign30等于1分之1 sign45等于根号2除以2 sign30 sign60等于根号3除以2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应的情况 所以它是函数来的 很好 负1 0 1 2 取三四方 负1 取三四方等于负1 0取三四方等于0 1取三四方等于1 2取三四方等于8 问题是它这边没有8给我 所以就变成了2 就没有对应到了 这样既然对应欲有空出来的话 那它就不是函数了 OK 所以1就不是函数 很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它讲说 哎 掉转的是吗 掉转的 好意思 回来 所以第二题 A 它问说各元素的像 各元素的像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丢进去 X的位置 就可以找到它像了 负2 负3取平方等于9 93 27 27加1 等于28 就找到28 这个是它的像了 OK 28是像 然后呢 2取平方等于4 3 12 12加1 13 0取平方还是0 乘3 还是0 再加1 等于1 2取平方等于4 4加3 4 3 12 加1 13 再来 5的平方 55 25 25 乘3 75 75 75加1 76 那就可以找到这五个的 像了 那如果还要找原像的话呢 你反而是用3 X平方加1 等于13 啊 这里要搞清楚哈 A选项是要找像 这个B选项是要找原像 所以呢 它的操作倒转的3X平方加1 等于13的话 减1等于12 再除以3等于4 X平方等于4的话 X就会是等于正负2 好 X等于正负2 这个是第一的 第二个的话呢 3X平方 我跳步了哈 我不够位置了哈 所以我呢 我用清算了 这个减1 28减1等于27 27除以3等于9 9开根号等于正负3 所以X等于正负3 再看 第三个 X平方加1等于1 就会拉过去减等于0 0除以3也是0 0开根号也还是0 所以第三个 X等于0 OK 再来看 X3 X平方加1等于0 你会发现到 拉过去等于负1 再除以3等于负3分之1 负3分之1 可以开根号吗 不行 所以这个是没有原项哈 X没有原项哈 因为它开不到根号了 所以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有时候呢 会有一些值呢 是算不到的哈 再来看X平 3X平方加1等于4 最后题 减1等于3 3除以3等于1 所以X平方等于1 X会等于正负1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哈 所以 呃用错方法了哈 要看清理 第三题它只是说 哦找负2嘛 所以我只需要X的位置放负2 5乘负2等于负10 负10减2等于负12哈 这题非常简单 负1乘5等于负5 负5减2等于负7 又找到了 0乘任何数都是0 0减2等于负2 负2 负5 这个题目的话呢 它的FX很像很奇怪 对不对 啊 用一个公刮 5又分成三行 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到后面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当你的X小于负1的时候 我就用第一行 你会看到它也没有没有呃 没有就是模棱两可的情形 因为这个是小于负1 这个就从负1开始到3 这个就从3以上 所以你就要看你的X的值是多少 你就看要带哪一行 所以负5的话呢 因为它是小于负1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带第一行 2乘负5等于负10 就这么简单了 OK 再看下一题 负2也还是小于负1 所以是2乘负1等于负4 又完成了 0的话呢 它是负1到3之间了 所以你要带X减1的这一栏 0减1等于负1 C等于负1 2的话呢 也是在负1到3之间 我们带2减1等于1 就得到了 最后题10 10明显是大于3的啦 我们就带4X加2 4乘10等于40 再加2没42 所以最后一个1的答案呢 反正就是42了 很好 第五题 设F从时数 对应去时数 OK 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啊 Fx减1 X四字方 负1 0 1 2 在F之下的下 我们负1带进去 得到1 0带进去 也是0 1带进去 会是1 1的四字方 为什么是4 1来的啊 然后呢 然后呢 2的四字方 2的四字四字的6 就会得到 这个不是 当然你的造顺序应该是0 1 跟16的 当然我们第一对应啊 就是负1的那个原项是1啦 这个0的话是0啦 1的话也是1啦 16的话 2的话就会是16 OK 就是这样啊 这个要小心啊 初级错误 第六题 Fx等于x平方 0 1 4 支架的远项 你要注意远项 就是那个 左边的啊 所以你要倒转回去算它 所以 x平方等于0 x是多少 x就会是0啦 x平方等于0 这个x就会是等于0 x平方等于1 x就会是等于真负1 然后x平方等于4 x就会是等于真负2 他就问你说 在哪一些是没有原项的呢 你会发现到呢 负值那边没有原项 所以R的负这边是没有原项 OK 负数那边 因为你负数 开根号 对吗 负数没有办法开根号嘛 所以呢 你后面这一边 其实是 只有正的 事实上来讲只有正 当然你就会讲 老师这样子 它还可以是函数吗 这个是对应域啊 对应域我们可以大一点的 然后有一部分是没有对应到的 所以是OK的 这样子写是还是没有问题的 OK 大家看第七题 在右图呢 我们有函数g 从a对应去b 他讲说gx 这个你可以看成gx等于2x选拔 然后我们比较喜欢这个写法 就是这样写 gx等于2x选拔 放负1进去 放负1进去 它会是等于a 你就会得到2乘负1等于负2 负2减8等于负10 就是a等于负10的意思了 放b进去就是2b减8 会等于负4 负8拉过去加8 8减4等于4 4除以2就会等于2 b就会找到2了 就这么简单很好 最后题 我看到我也不会不要错了 ok 以叙述法 见号图示法 还有这个 范恩图法 列表法 还有图像法 来找这个2x 那当然叙述法 你就讲说 哦它是两倍了 什么什么 两倍这样子的 大概是这样 负2呢 就对应去哪里啊 两倍负4 然后负1呢 就对应去 负2 0对应去0 1对应去2 2对应去4 当然你要画成这个 这个是简套法 你写成一栏 f帽号 这个对应这里 这里对啊 就写成一行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 犯恩图法的话呢 你又放一个 圆圈给它 然后呢 这样子 这个就犯恩图法了 对吧 这样子就说过 f 然后呢 列表了 就是写成表了 然后图像的话 会长什么样呢 它是0 1 2 然后这个是负2 负4 0 这个是2 这个是4 它是这五个点 它不会是一条 有些同学会拖手去画一条直线的 当然如果你讲说 它是 它的x 时数的话呢 它就是一条直线的 但是如果它不是的话呢 你就放这五个点就好了 然后这的话不要连接 连接的话就是 变成了整个整个时数学了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其他的图像 列表列表我就没有表示了 大概是犯恩图法长这个样 大概就这样很好 OK